针对最近的两岸情势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教授刘兆龙表示 两岸对立计划 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不低 大陆一旦决定武统 以大陆目前的军力 大约一周内就解决了 蔡丹菊若想靠美军持援 也要两周的时间 对于大陆而言 只要能够一周内把问题解决 美国军队来了也没有用 因此他建议蔡丹菊 面对两岸问题还是要务实以对 针对疫情 对两岸及美国关系的影响 他表示民进党蔡英文连任后 奋行亲美路线 蔡丹菊至执政以来 台美关系连结加深 包括美国军舰巡异根 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与军手 美台官员的会面等 明显能够看出台湾与美国之间 已经形成了隐性的战略同盟关系 这是疫情对亲美的蔡英文当局而言 是台湾脱离对大陆过度贸易依存的好时机 而美国则会利用疫情对中国大陆的伤害 持续在中美贸易战上面对大陆施压 蔡英文执政以来 不论同九澳共识 两岸失和 武统的机会提升 这次疫情表面上来看 蔡丹菊可能有机会去盘整产业链布局 也可能是台商回流的时机 看时利多 但若把局势拉到一个更高层次去看 就会发现这恐怕是台海之间最大的危机 依照这个态势 大陆将对台采取强硬的手段 可是台湾当局在这件事情的预判过于乐观 刘兆龙建议蔡当局面对大陆还是要务实以对 对大陆的策略思维应该在简视调整 否则恐怕让台湾陷入陷阱之中 放眼近期两岸关系的发展 让人感到了一股商与一来分满楼的不寻常气氛 大陆智库学者发表的言论 调性已是清理社的鹰派 在台湾被视为清律的媒体 也纷纷地就疫情放言高论 内论不是看衰就是看偏 只图一个寒爽 在两岸军事对抗时代 大陆民众受宣传教育影响 对台湾的印象都是负面的 两岸冲对抗迈向互动后 来台访问的大陆民众居然发现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冷 台湾保留的传统文化和本土展现的人情味 那远方的来客顿炉 英至炉归的感觉 虽然其中不时的会出现武统的声音 但经过政策性的疏导 这种论调并未形成逐流气候 他表示 台湾开放民众负禄的太亲 也改变了对大陆的刻板印象 通婚的情形普遍了 负禄旧学旧业 甚至是定居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因防疫造成了这一波 两岸民众的相互敌视 关键处在缺乏沟通 反中抗中成为了民进党 二合一胜选的职场 但也转为了损后执政者 意图改善与对岸关系的负载 支持者的激情 为随着选举的落幕消散 反应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水涨创高 执政者受制于网民的喜恶 无力地改变这股民粹的逆流 连败选的国民党都无法从逆流中脱身 道内学者邱毅发文 给台政客画像 将这些人划分为以下是种 第一种人 坦淡磊落 是两岸公论的痛派 第二种人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到什么商 唱什么歌 是典型的两面人 第三种人 冤兵志重 暂据岛内政治支援 骗取大陆好港 搞分裂 第四种人 倒是表里如一 就是铁港分裂分子 邱教授给岛内政客画得像 可以说是陆梦三分 十分精准 按邱孝授所言 第一种人和第四种人是使对头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在岛内均不讨袭 在岛内多年的分裂教育 及舆论的引导下 第一种人被大势地抹红 打压 如今 反对统一 已经成了岛内所谓的政治正确 凡是敢于直言直 统一主张的 不仅成为了绿营的眼中钉 漏中赤 连自己阵营都给予撇清关系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洪秀柱 而第四种人的态度激进 而且危险 一不小心就可能给台岛带来灭定之灾 所以也逐渐地被边缘化 现在岛内吃香的政客 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人 第二种人主要是 以绿营和白色力量政客为主 比如 陈水扁 蔡英文 吕秀莲都曾到过大陆 陈水扁当年在天安门前 留影纪念 蔡英文 在1998年以陆委会咨询委员的身份 水沽政府赴大陆参加湾沽大会 大潭特潭两岸中将统一 吕秀莲1990年返回福建老家时 陈抚摸龙潭楼内一口八米深的古井 深情感叹 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 这叫饮水湿源 这些人回到岛内后 无一例外都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道路 同时也在仕途上一飞冲天 白色力量的代表台北市长柯文哲 到访大陆时就大谈特谈两岸一家亲 而回到岛内 一旦受到绿营的批评和攻击 就迫不及待地为两岸一家亲的言论道歉 以其获得绿营分子的谅解 虽然其政治变舍龙的形象饱受诟病 但在岛内他也是蓝绿之外 最具竞争力的政客 第三种人指的则是蓝银政客 也是最被邱孝首所鄙视的一种人 在岛内 国民党有很长一段时间 以中国正统置居 极力地压制分裂主义 但是随着蒋经国的去世 以及他亲手给国民党挖的坑 让代表分裂主义的民进党 绿意的发展壮大 时至经历国民党的善终都快敲响了 但是这类政客不仅没有吸取 国民党在岛内失去统治地位的教训 反而着眼与当前狭隘的政治利益 不敢像以前那样强烈打压 抵制分裂思想的蔓延 甚至还拿着相跟败民进党 复合迎合所谓的民意 从2020大选到国民党改革 都表明了国民党内的主流势力 已经实质性地放弃了 对一中的认同感 对于他们而言 一面要迎合岛内仇中反中的主流民意 一面又要发展两岸关系 借机生大 为自己生存打基础 这次大陆发生疫情 台当局以及国民党的表现 彻底含了大陆民众的心 彻底愣清了 岛内一些政客的丑陋面目 邱教授所言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政客 还想要靠欺骗大陆 在两岸混得分身水起的时代即将过去 随着大陆中和实力的大幅提高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我们的手中 对于第四种人 有反国家分裂法对付 自然不值一提 对于第二种人 主要是第三种人 我们还应该发动人民战争的力量 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不让他们两边取巧 近十年来 大陆在对待逐渐嚣张的蔡英文 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施压 这对于遏制台独势力 打击台独气焰十分有利 如今 蔡英文和民进党赢得选举后 他们以为他们对抗大陆 推动台独的两岸政策 可以拦起威琐欲畏 因此 加大对民进党单局的施压力度是必须的 一是在经济上切断涉及台湾单局发展的通道 二是在国际活动中 设法阻止民进党单局的参与 三是要设法控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独的交流 这事继续的使台湾所谓的斑交国流失 一句话就是要让民进党单局感到困得难受 近十年来 两岸官方交流已经停止 但人员往来未受到影响 这一点符合两岸民众的利益 然而 在两岸的人员往来中 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 或者民进党政客的亲属 一方面在大陆经商获取利益 一方面回台湾支持民进党 成为了新型的影型两面冷 放分裂国家法一直是一把利剑 身在台独势力的头上 但15年来 台独势力或许没有感悟 其中 因为有8年的时间 两岸处在相对和睦的状态 所以 该法处于休眠期 至蔡英文上台 近十年来 民进党在分裂国家的道上 越走越远 道内台独势力气焰 越来越嚣张 这次又赢得选举 更坚定了民进党 操作台独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 美国正积极地郁郁配合 无论蔡英文 及其民进党如何叫嚣 无论美国如何挑拨挑衅 都无法阻挡中国统一的步伐 我们希望和平统一 中国希望有一个 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 因为这些对中国的 全面发展有利 这样有利于实现 中国的和平崛起 但是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想要和平 企图推动台独 挑起海峡战争 美国不愿意看到两岸统一 一再挑衅中国底线 践踏中国红线 我们只有两件 音乐 최啊 都线 第二次 全面发展